嗨!大家好!我是麗莎莎 你們有沒有很好奇為什麼我會出現在這個頻道呢? 因為我是這個月的 你們應該都知道 Innisfree這個品牌,對吧? Innisfree呢,它就是韓國第一大化妝品集團 艾茉莉太平洋旗下的品牌 而且這個品牌呢,原料都是來自於韓國的季州島 所以它的材料都是非常的天然的 然後它的產品包裝呢,也都是走那種小清新路線 所以才會適合我這種就是有點清新多俗的人 來當宣傳大使 今年呢,Innisfree開了一個在台灣的觀光Youtube頻道 然後這個頻道呢,就是它每個月都會找不同的Youtuber來擔任 當月的宣傳大使 這個月就是我! 但是你們也不一定最愛的Youtuber就是我,對不對? 所以呢,你們可以先訂閱這個頻道 因為搞不好下個月就會是你們最喜歡的Youtuber 然後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就是下個月希望是誰來代言呢? 好,然後這個月呢,會請到我來代言 就是因為這個月有一個非常Teva的事件 就是Innisfree要跟BT21聯名啦! 而且今天我介紹這些BT21的東西 就是我也會全部都送出去 而且我都會送新的 但是如果你們想要我用過的話 也是可以啦 可以吧? 不可以啦! 為什麼?有人要吧? 好!那現在呢,帶你們來看看 第一個東西就是這個髮帶! 有沒有很可愛! 我真的覺得他們超可愛的耶! 你如果想要得到這個斷帶的話 超級容易的! 就是你只要買這個限定的火山裡組合! 它裡面呢,就是等這個樣子 欸! 烏尾熊! 我最喜歡的烏尾熊! 它叫做Koya,我知道! 然後這個是羊駝跟小馬 還有兔子跟... 好像這個是好奇心對不對? 很厲害吧! 然後這上面有八隻 因為多了一個機器人 就是這個機器人代表的是阿咪! 我真的有做很多功課! 好! 欸!如果講錯,要糾正我一下 我不是故意的 好!然後這個裡面呢 有沒有很棒! 這一個超級火山泥 它上面有四隻 然後這個是火山泥的洗面乳 它上面又有另外四隻 然後你只要買這個組合呢 它就會送你一個超級可愛的頭戴 可是它是隨機送的 如果你夠幸運的話 你就可以抽到你的本命 如果抽到的不是你的本命的話 那你就可以拍照 然後在我的IG或是在我的Facebook下面留言 可能呢就會有其他的人想要跟你換 可愛嗎? 欸!攝影師 嗯...可愛 喔!好好好 只是要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拆掉 這個就可以黏在其他你喜歡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BT21 好! 別回去 好!然後這一盒裡面呢 你們知道Innisfree最有名的就是兩個系列 第一個就是火山泥系列 然後第二個就是綠茶系列 因為Innisfree全部的原料都是來自於 韓國的紀州島嘛 紀州島就是一個火山爆發之後 形成的島 所以那些火山熔岩冷卻之後 就會變成火山石 然後就有很多那種歐巴研究員呢 他們就發現原來火山石它有非常強烈的 吸附不幸的作用 所以他們就把火山石摸摸摸摸摸摸 這罐它在韓國又被稱作為毛孔吸塵器 因為它就是可以把你毛孔裡面全部的髒東西都吸附出來 所以韓國女生你在路上看 你真的看不到女生有毛孔的耶 尤其是我覺得台灣的女生更需要這個耶 就是其實男生也很需要 因為台灣的天氣就是很熱啊 所以你的毛孔一定會被油脂堵住的 然後累積起來就會變成粉刺 如果再不性一點發炎的話 就會變成痘痘 所以一定要定時用這個 可是這一罐是給油性肌或是混合肌的人 如果你們是那種比較乾性的話 那就是也可以買一般的火山裡 然後你就是只要敷在鼻子或是額頭 T字部位下巴就是比較會長粉刺的地方就好了 但是呢如果你比較不喜歡泥狀的質地的話 它也有出這個Mousse系列的 而且這個Mousse系列的呢 就是你是可以挑的 可愛吧 好然後它的質地呢就是比較水感 可是它的清潔力也是跟泥狀的一樣好的 這一罐呢 好那除了就是剛剛有滿滿的聯名商品之外呢 還有滿滿的獨家 那BT21聯名贈品 在這裡 這些全部呢都是BT21聯名的磁鐵 然後這個磁鐵要怎麼獲得呢 就是你只要買任何火山系列的產品 滿480就可以得到一組BT21的磁鐵喔 而且呢無限商品你只要滿3000元 就會送超級可愛的海灘金 拍羊駝的好了都沒有拍過羊駝 這個是羊駝 欸有兩個耶 這第一個是手扶 反正就是那種演唱會有的那種 而且我很多人喜歡這樣 就是披在自己的脖子上面 大的海灘金 BT21全部的成員都在上面 而且它配色很可愛 我超喜歡這個藍色的 而且它背面也超可愛 它背面是大家躺著曬日光浴 這個大海灘金就是每個人拿到都會一樣 可是手扶就是會有一隻 然後大家也是可以在我的粉磚什麼的交換喔 好那剛剛呢以上就是BT21跟Innisfree聯名的全部的開箱 你們記得一開始我有說就是這些東西都會送你們嗎對不對 你想要訂閱Innisfree的官方頻道 就是不是我的頻道 是Innisfree的頻道 然後在下面留言說 你有多想要再次的聯名商品 然後還有你想要哪一個的話 我們就會抽出五位送聯名商品 還有三組送這個海灘金 詳細的抽獎方式都會寫在底下的資訊欄 然後7月31號的時候 小編就會抽出全部的得獎者喔 可是如果反應很熱烈的話 我就會幫你們跟Innisfree 就是請他們抽出更多 然後我覺得他們應該會聽我的話 因為他們真的超大方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Innisfree的頻道 還有我的頻道 然後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